这个传言是这样说的 我再次讲这是个谣言 说蔡英文不是8月31号 刚刚过完生日吗 当然你知道这种大咖过生日 可能都会好几摊 据说其中的一摊 蔡英文跟赖清德两人 大大出手啊不得了 那当然嘛 生日宴不可能只有他们俩嘛 旁边还有一堆人 就忙着去拉架 还好你知道 毕竟男生比较有力量 所以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 蔡英文有点担心 就搭拉架之下 还好蔡英文没有受伤 我问你一下 你有接到这个谣言吗 介大使你有接到吗 我没接到 没有吗 就谢谢总统府告诉我们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 我是那天 因为你知道凯翔看新闻 也说就会看到那种 边边咔咔里面 那天我听到报告的时候 他稍微点一下 我想说有这个东西 我赶快上网去搜 发现总统府很认真的 总统府很认真的 澄清这是不折不扣的假讯息 内容极度荒诞不实 蔡英文没有所谓的生日宴 更遑论造假情事 都不写打架 为什么 都没有把那个精彩的内容写出来 总统府已经搜证 向警方报案侦办 报案侦办 那这一位呢 就是这位YouTuber写的 那我今天稍微看了一下 他评论的开场白 他就告诉大家 他说我那没有无中生有 我就是根据一些讯息 我来做评论 然后对于台湾的这个政府呢 去报案 他还火大 你既然报案怎样 你看 既然蔡英文政府已经报警抓我了 所以我就继续报 今天他要报什么呢 报蔡英文大学的时候 拒绝了三个同学的追求 专心学业 但是又没有拿到学位 被党主席什么追问 这个取向拒绝回答 好那他前一天的爆料 就是告诉大家这个细节嘛 我刚讲的没有错 还好有人及时拉架 所以这个蔡英文才没有挂采 那这个总统府的这个一报案呢 今天网友整个炸锅了 我就请凯湘 我马上要进广告啊 请凯湘稍微来看一下 其实这位YouTuber 大概他的订阅率 大概就11万多嘛 也不算是一个流量很高的 但是这一次呢 总统府在正式报警之后 今天好多好多人去 看他过去的这个言论 看他过去的一些报道等等啊 那他到底是什么动机呢 不知道 但是这个谣言确实很吸引人 因为很有画面感 好我们总统府好认真啊 这个搜正 报案要侦办 同时还做了一张图 有没有打了一个叉叉 假讯息荒谬不实 报警侦办啊 可相信怎么看待好不好 但是我跟你讲啊 今天所有的网友 都是关注这个细节 虽然这是个谣言啦 但是大家只要看到 什么蔡英文赖清德打架 就你知道整个嗨起来 嗨得不得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 要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讲 第一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当然就是说 大家对这件事情 它为什么会很快的引起 很多台湾网友心中的共鸣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全国民众都知道 蔡英文跟赖清德的关系 是貌合审理的嘛 赖清德是2019年会跳出来 讲说请总统的网军 不要再来攻击我 请总统约束自己的网军 不要再攻击我 所以当今天这个 我觉得他真的就很瞎掰 讲说什么 蔡英文跟赖清德在生日宴上 因为网军的事件大打出手 蔡英文差点挂彩 然后赖清德闹着退党 但是因为他的情节 带到那几个关键字 因为赖清德真的曾经说过 蔡英文的网军请你请他约束 不要再来攻击我 所以这件事情看起来就 动机是合理的 因为网军的事件 对啊 因为网军的事件 而两个人的关系又这么糟 所以呢 所以我昨天也讲 我昨天也讲这件事情 你说他没有杀伤力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因为我相信大部分全国百姓 都心中都会知道说 当然男性不可以随便对女性出手 甚至人跟人之间都应该动口不动手 但是赖清德如果可以的话 想扁蔡英文这件事情 是很合理的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个就很容易引起共鸣 但是呢 从严肃一点的角度来讲 你就不得不说 你就不得不说 我们总统府是不是吃饱太闲 闲着没事干 该处理的证悟 该厘清的事实真相 你都不在乎 你去厘清一个这个东西干嘛 而且他还不是第一次 这个我们昨天讲八小时嘛 那现在等于是过了24小时 等于30几个小时 他也不过就几万人点月的 而且还是因为被你自己拉起流量的 这样子的YouTuber 有什么好回应的 然后呢 慈濟这件事情被抹黑抹红抹了这么多天 你都不坑一声 你到底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 而且还不是第一次哦 我还查到我自己在2021年 4月份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 当时总统府也是用总统府的脸书 发了一份图文讲说 这是造假公文啊 造假公文讲那时候什么 就是那时候日本决定要把这个福岛 核电厂那个累积的川水 排到太平洋当中 然后呢就有这个 看起来也像是对岸的网友恶搞 说什么哎呀 台湾人不止不反对啊 还说就把我们这边排吧 什么之类类似这样子的 然后总统府呢就做了一个图文 把那个所谓流传在网路上面的假公文 那个假公文出字滥造 然后上面还有简体字 跟用语也不是台湾的用语 那就是一个恶搞的那个 看了不会很相信的 总统府就把它做出来了 然后呢在那边给他讲说 这是假公文 大家千万小心 这是对岸的认知作战啊 结果后来跟这个一模一样 这是一个并不非常热门的YouTuber 当时那个假公文的来源 后来追追追 后来发现是Twitter上面 一个恶搞的账号 叫做福岛变异人孙孝川 辅导变异人孙孝川 然后他的Twitter的头像 是一个两个头的人 这个两个头的人 然后那个Twitter的账号 也没有人点 然后我为了这件事情 我还去查 去做一些功课 到底孙孝川是谁 如果我们聊天室里面 有对爱的网友 可能知道孙孝川是谁 搞不好 因为他是一个游戏直播主 但是因为他的风格 很怪 他常常会这样 突然就拿起来 然后跟网友吵架 所以他慢慢就变成一个迷音 变成一个恶搞的梗 然后他Twitter上面 就有一大堆 什么孙孝川 什么我孙子孙孝川 你孙子孙孝川 变异人孙孝川 什么什么这些的 然后就用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Twitter 那种Twitter账号 一看就知道是恶搞的 一看就知道是 也许就是玩的 或是说也许是网军的 不知道 没有人会当真的 我们总统府的脸书 就震惊的 八百的回了这一天 就跟现在一模一样 我说真的 我真的非常的 不晓得你到底做这干嘛 你说是盖新闻吗 是因为说 这个疫苗门 这件事情闹太大了 闹太大了 所以赶快再讲一个 说总统府 又被认知作战了 你看中共枉我之心不死 又来又来了 大家这个疫苗 先放一边去 赶快来关注这件事情 认知作战又来了吗 有可能是这样 但是一来 台湾民众也没那么笨 大家也不会买这个单 二来 这实际上你怎么做呢 你要怎么样呢 你要去北京报案吗 还是你要怎么样呢 你跟台湾这边报案 有个屁用 他是一个中国的YouTuber 然后在一个国外的 这个YouTube平台上面 你去报警干嘛 对啊 而且我最不爽最不爽 我冷静了24小时之后 最不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也有做自己的自媒体 中天也是自媒体 我们自己有做自己的自媒体 我们当然小小的 小小的 我们也比11万人订阅 要多一点点 那我明天开始 我明天我也来做一张 做一个影片好不好 我就比较破坏之王 里面何金银 最该死造型讲 何金银 好不好 跟断水流大师兄对决的时候 结果一个时间 那个讯号中断 不知道怎么办呢 就只好念这个倚天图龙记 我明天 我明天就拍一支影片 我明天就拍一支影片 然后呢 就开始念 念倚天图龙记 说什么呢 这个金毛师王 啊不 赖清德突然打出一招 空洞拜绝学 欺商拳 所谓一面欺商 欺者皆商啊 然后呢 这个蔡英文不慌不忙 双奖魂元成盾使出前规大脑仪 然后跟大家爆料说 他们两个不只打 不只打 还是华山论剑等级的打 讲这些 你会不会来回应我呢 不然去回应 这个中国YouTuber干嘛 你神经病啊 浪费我们公堂 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凯湘拜托你试试看好不好 可以啊 还要继续吗 这个赖清德 连销戴戴 大后一声 上他前故 他上回影重重 好对哦 但你知道吗 我觉得跟凯湘讲的很有道理 为什么大家会关注 因为真的是很瞎嘛 你也知道不太可能嘛 但我问你哦 就是因为这两个人关系不好 那如果说他这个谣言 可能是这个 这个蔡英文跟陈世忠大脑出手 你可能就直接跳过 根本看都不会想看 跟林志堅大脑出手不可能嘛 但因为是跟赖清德 你知道吗 你就会觉得 哎 我要看一下哦 然后你看看报警 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 他真的打过架吗 对不对 这不是盖的 我放在这边给你看好不好 2004年 当时的赖清德 还是立法委员的时候 跟这个一顾的 这个立委朱新宇 两个人有没有 你看打成这样 来真的 不是开玩笑 勒脖子有没有 手都到这边 抓他的头发 是真的打过架吗 所以我们的赖清德 不像是他 看起来那么斯文 在立法院的确打过架 而且来真的很凶 然后现在呢 又跟这个蔡英文冒合审理 所以看到这个讯息之后呢 登一下你的好奇心会被勾起 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 尤其在我们台湾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嘛 此次都会变成中共自己人了 所以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呢 你就会觉得 哎 要去看一下 但问题是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 谢大使哦 这个总统府怎么会看消息 看到这么咔咔里面啊 说真的哦 要不是这个张尊涵 出来报警啊 出来把事情搞到这么大 没有人会注意到他嘛 你看到他叫做什么 残月两家之言 大家认识吗 而且你在这个 你的这个什么赖上面 你有收到转传吗 请问一下 我们来投一下票 请问一下 你有听过这个赖菜打架的谣言 你有收到吗 我们从事新闻工作 我们的资讯算是够多了 我没有收到 谢大使也没有收到嘛 凯翔你是看了总统府的才知道吗 对 你看到总统府的这个报案 你才知道 你怎么会关注到这么咔咔咔咔里面的 而且还是一个大陆的YouTuber 看到大陆的YouTuber去了 你看到这个YouTuber他说什么呢 因为报道 蔡英文赖清德生日宴大打出手 然后台湾总统府 还有台湾的这个 一些媒体都大肆报道 踏伐 甚至报警立案 要侦办我 他应该是哇哈哈 我在大陆对不对 看来是说到痛处了 痛处 好这样的劳师动众 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本来就是一个嬉笑怒骂 就当成一个谣言 但是你这么认真 是不是让大家想的很多 季大使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 基本上就是 可能他们内部有下过很大的命令 内部说这种假新闻牵涉到哪一类呢 你一定要反映 那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总统府应该是很多人去怎么样 去帮他们提供讯息 很多民众 常常会去告诉他们 你们有什么有什么 他们有很多他们自己的关系 大概就发现就知道这个事情 你看过去像是行政院等等 他们很多澄清 尤其在疫情期间的一些讯息 我们通通都不知道 我们希望工作者通通都没有收到 但是他们就会看到一些 很奇怪一些很冷屁很冷屁的一些讯息 他这个就这个讯息大概到了他们这个系统里面 我又有一点怀疑是不是里面有内鬼 就像这个 像这个陈时中那个宣传团队一样 就故意把这个鸡毛当令件就把它做出来了 不过说实话真的你们说看到的时候觉得不太相信 其实我看到第一个感觉我觉得真的打起来 所以你是相信他 对因为我知道赖清德是很冲动很暴力型的 对他以前在立法院 所以是为了郑保卿的事情吗 所以越讲越有可能 而且他那个故事编的事实上 是跟目前我们台湾对于这个 尤其郑保卿事件那个幕后的说法是吻合的 是吻合的 你迁入了时势 对所以我一开始我还 我真的我没有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就是说不相信 你知道我只是说 怎么怎么蔡英文性格变化这么大 这样还当场这样子 竟然敢打总统 副总统敢打总统 副总统会打我 我是我是没有很意外 因为他以前打过 他其实很凶啊 他以前非常凶的 他以前在立法院就是 就是一副街头小霸王那个味道 而且是得理不饶人 很强势的 所以那个比较激烈的政治主导的人 才会喜欢他 他是有原因的 不是说他今天怎么样 他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就是这一类型会打仗的 所以你看 连介大使都可能会相信 所以难怪总统府这么紧张 会不会是提供讯息的人 把他当成 看一张当成真的来问 对不对 刚刚好你看 蔡英文真的刚好过生日 然后赖清德跟蔡英文 真的关系不好 对不对 然后真的有珍宝 珍宝清事件 然后赖清德过去确实是很凶 所以很多很多都在一起 就不是不可能吗 我刚才讲嘛 磁器都是中共字节 所以会不会提供消息的人 是抱着那种刺探的 说真的哦 最近听到什么消息 他们打架 是这样吗 所以大家真的相信 确实昨天下午的时候 就是消防姐讲的 我昨天下午在上签会的节目的时候 就有媒体的同业传这个给我看 他说你们总统府要不要这么幽默 当然你们 说你们就是我们 就是其实自己开玩笑的说法 还是就是我们台湾的媒体同业 然后呢 他的总统府的回应就是说 就所有记者都觉得非常荒谬啦 然后呢就是 总统府的说法是说 有媒体记者来询问 关于这件事情 然后呢 所以总统府做了一个回应 但是说实在的 我们昨天晚上也问了一轮 我们就很好奇 到底是哪一家媒体 会去问这样子的 会去问这样子的东西 是真是假呢 这也没有得到个所以然啊 不知道 不晓得到底是什么 所以你不由得会 不由得就会觉得 就像很多网友也这样觉得 就想说 每次都这样 每次都是自导自演 每次都是在那边 自己画一个稻草人 自己在那边扎到手都流血了 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性 就是真的 它是要转移一个焦点 它又要制造一个什么氛围 你看认知作战又来了 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呢 回头去讲 所以疫苗门也有认知作战啊 也有中国因素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是不是一个套路 一个组合权 那另外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让我关注到一个点是说 我假设 我假设啦 甚至我根本就这样觉得 我根本没有媒体 会认真去问这种消息的 这就太瞎了 但是呢 但是呢 就在前不久 我们在讨论杨成林的事件的时候 也是啊 9月份了 突然冒出一个7月14号 而且那个节目 在台湾是相对冷门的 它并不是很热的 什么哎呀 乘风破浪啊 披荆斩几 不是啊 它是一个很冷门的节目 那在台湾有谁在看呢 有谁在看呢 敢说应该很少 那为什么会 绿营的这些网军这些侧异 会这么消息灵通的 这么精准的掌握了 将近两个月之前 杨成林在这个节目当中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然后又用这么 这么应该说奸巧的方式 去把它断章取义 然后呢口径一致的去攻击呢 去转移焦点呢 去转移原本当时的这个 马桶门 头盔门这些焦点呢 所以我都觉得 绿营是真的非常认真 在关注对岸的一举动 特别是对我们每个人 可能都在做一些政治征访 在做我们所谓的核定本 希望你也知道 什么是核定本吗 核定本就是 在PTT上面有很多人 他很像就像是 就像是那种 就是有点像秘密警察 又像是那种就是法西斯分子一样 我们在节目当中 我们这些评论员在节目当中 比如说我们针对前阵子乌克兰 乌克兰战争 然后我们对于乌克兰那些大外宣 是采取一种批判跟挑战的态度的时候 然后PTT的军武版上面 就会有人把我们的言论 组合成一个核定本 讲说朱卡康今天又讲了一些什么 赖月签又讲了些什么 谁子又讲了些什么东西 然后呢一方面就是要用善效的方式 你看被打脸了 乌克兰反攻了 另外一方面就讲说 我们怎么可以容许这种中共同路人 继续在台湾讲这些五四三的 所以我反而觉得说 这件事情要细思极恐 它真的是在增防我们所有人 不管是在艺人在对岸的言行 又或是我们台湾自己评论员 或是甚至可能一般民众 一般的意见领袖 也可能被这样子在叮烧当中 这件事情才是真正 我们可能在深层的时候 除了笑之外 要真的担心的事 好那我还是要问他这个介大师 现在要报警 但是大陆YouTuber 所以你报警是要跨海抓人吗 两岸合作共同打击罪犯吗 另外你看到 你现在去驳斥他的第一篇 他马上发第二篇 第二篇内容再给大家念一下 蔡英文大学拒绝了三个同学的追求 专心学院 但是都没有拿到学位 总统府是不是要再出来澄清一下 是不是要再做一张图啊 没完没了 我觉得那个张存涵应该下台了 太瞎了你知道 他居然说报警侦办 你难道不知道这是大陆的邮球人吗 那个分局应该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啊 立案侦查 他有长辈管辖权吗 我们还没有这么厉害吧 所以我觉得他等于说 移植把这件事情的热度不断的热潮 所以我一直就怀疑他里面是不是有问题 做这种真的很无脑的事情 那所以我觉得里面一定出了很多问题 我觉得就是说 就跟陈时中团队一样 对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快要跳船之前的现象 在美国政坛常常有这种 他们有一个说该跳船了 你知道为什么跳船 就是说因为这个领导人 他基本上他已经在快速的丧失他的影响力 然后呢所有的状况都要出来了 人家找他算账了 所以他身边的人很多就开始跳船 像那个前一阵子 拜登他的一个叫Muzaki好像 那个发言人突然辞职 那换了 不是换了一个 那个时候在华府 看这种问题一定说 哇他一定内部有问题了 然后他自己人看出端倪了 就要赶快跳船 所以这个状况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像这个 这个领导人的基本上团队 然后呢内部有问题了 我觉得是这样 要不然怎么会这么无脑呢 而且会还搞什么 报警方 然后不断的还继续把这件事情往上 他生怕这个谣言大家不知道 所以你看这个YouTube 我都觉得他这次新的影片 脸上是挂着笑容 挂着浅浅的笑容 有没有 谢谢关注到我 他的流量跟订阅可能要暴增了 马上第二集出来 那请教一下总统府 要不要再驳斥一下 他现在知道吗 我要讲什么 你才会关注我 就是讲跟蔡英文有关的 对不对 越瞎越好 越瞎大家会越关注 对 越瞎我才会有流量 不过他这个第二个讲法 我也倾向于相信 很奇怪 我怎么这么容易相信 都能够打中介大使 希望那个 希望那个张存涵再出来驳斥一下 他如果没有出来驳斥 就表示默认吗 那就默认啊 对不对 你这么当一回事 这个讲法也蛮伤才蛮大 所以发言人听到介大使的呼唤没有 对对对 介大使都相信 第一个相信 第二个相信 我第一个都相信 还好第一个你有驳斥 那他知道是要演 第二个你如果不驳斥的话 第二个就是真的 对不对 我就认定了 名字讲出来 第三集 那三个同学 我还想知道是谁 海黄鲍鱼干杯 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